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2002年6月22日下午 位于美国首都的华盛顿邮报 率先披露一条令人备受关注的特朗普政府 关于H1B、L1等工作签证的改革方案 众所周知 次疫情以来 特朗普政府就想方设法地限制外国劳动力 在美合法工作的权益 从而保证美国人的就业稳定 就在华盛顿邮报披露消息后不到三个小时时间 白宫方面便传出特朗普已签署相关行政令的消息 就此讨论了三个月有余的工作签证限制令便尘埃落定 该行政令将冻结H1B、H4和L类签证 以及大多数J类和H2B签证至2020年年底 并且特朗普政府还保留了延长该行政令的权利 想明猜测 这一切将取决于新冠疫情的发展 其实这项宣布是今年4月份开始后的移民冻结60天的延续 该行政令一出 小编第一时间联系到了位于美国芝加哥的格知律师事务所 雷格律师关于这项行政令简单地谈了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 这项行政令对已经申请了相关签证的人没有影响 但是今年的工签申请人如果现在还在境外 可能会面临无法入境的窘境 如果申请人已经在美国境内则完全不会受到此行政令的影响 其次 如果已经拿到工签 但由于此行政令无法入境的申请者 其已经申请到了工作签证 只要雇主不withdraw就不会失效 那么如果雇主不取消担保的工签 会有任何的损失吗 答案是不会的 所以 暂时无法入境 且已经拿到工签的申请人们 赶快与你们的雇主联系 努力让雇主继续为你的工签进行担保 最后受到此行政的影响 现如今在美国境内的任何类型的工作签证持有者 解谅不要离境 否则就会面临回不来的风险 特朗普及其政策制定者们将一切缘由都推给了在美国日益猖獗的新冠疫情 但此举依旧收到了来自于美国科技行业的联合抗议 不仅如此 美国在位的政府官员也有很多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曾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前副助理检察长莱昂·弗雷斯科便形象说道 此举是用一枚核弹来解决一场酒吧争端 最终将会证明是适得其反的 小编觉得美国受疫情影响 经济持续低迷 重振美国经济需要各个工商业界的共同发力 但是该行政令大量限制了美国雇佣外国人来填充某些特殊岗位的需求 有可能会造成疫情过后 美国重振经济的后劲不足 毕竟小编一直坚信 拿着H1B签证在高学历高技术要求岗位就业的人 抢的绝对不是那些失业的人的饭碗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